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今集《刹你老美》的时间了 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Ann 以前是深水埗福榮街重建的街坊 今集想讲一下市居重建过程里面 一份很关街坊事 但是有很多街坊不知道的东西 它的名字叫做社会影响评估 简称SIA 市居重建局翌日如何安置或者赔偿给街坊 就是参考这份社会影响评估 你说这份统计资料对街坊来说是否很重要 就以我为例子 我以前都是福榮街受重建影响的街坊 做冻结人口的时候 那些职员就和我做这份社会影响评估 但是他当时是没有解释这份文件做来做什么 他当时只是问我 将来配屋给你的时候 你想去哪个区 那我说 当然要回这里 那职员就说 那即是九龙西 那我就问他 九龙西是否即是深水埗区 他就跟我说 深水埗区 长沙环区 都是属于九龙西的 但是 试验稿的职员是没有很清楚地说给我们的街坊 搞到我们要争取了很久才可以去回原区 其实社会影响评估这份那么重要的文件 事验局理应是有责任 具透明度公开给市民去监察 以及给一份副本受重建影响的街坊 这份文件 虽然摆在他们的地区办事处 公开给人查阅 但是要一份副本就要付钱 一元一张纸 要拿一份副本分分钟有一百几十张纸 而且他们是按时收工的 街坊才刚刚下班 那又怎么看呢 于是就社会影响评估这份报告 我们旧区街坊自主促进组 以及不同居的重建关注组 曾经几次要求事件局 不如方便一下要上班的街坊 放上网给公众查阅 以及给一份副本受重建影响的街坊 但是事件局也是不肯 为什么不肯呢 他竟然说基于私隐和时限的问题 真是很荒谬 怎样荒谬化 等我告诉你 先讲私隐 社会影响评估这份报告 只是一份统计的数字 这些到底和私隐有什么关系呢 第二他们说时限问题 社会影响评估是一份反映 当时评估的真实性 有日子的嘛 大家都会看到做调查 当时是这样 如果说因为时限问题 怕将来不同了 是不是政府做人口普查 都是做来浪费了 以后就是不用做都不用公开了 最后我想请大家想一下 事件局是用公帑和公权力 赶街坊出自己的家 建豪宅和地产商一起发达 这些影响到重建区街坊的文件 事件局当然有责任免费 给一份副本街坊 而且更需要公开透明 放上网给公众监察 大家说是不是呢 我以前就是福宁街 旧重建区的街坊 以前就是住在那个 起域 现在起二十多三十层 那个线的楼盘 以前我们只有五六层楼高 你看它现在起到三十层 三十层 看它的售楼书 二百五十多尺 卖四百多万 你说旧区街坊怎么会卖得起呢 对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